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每逢过年期间拿红包事件令人期待的是,日前有位马来西亚的女子却在脸书上抱怨自己过年时收到的红包里面装得近视就超,让她气得直呼超出眉头。 根据新周网报道,这名女子表示,日前包给亲戚女儿一张十令吉,约新台币74元的红包,里面装的是年前刚换的新超,过了一日后,换她至亲戚家拜年,对方也包了红包送给她,没想到打开来一看竟然包舅舅的臭钱给我。 女子气不过,认为收到就超超出眉头,还打电话回亲戚家抱怨对方却回今晚拿过来换女子要网友帮她评理直言,能这样吗? 帖文一出引发网友讨论,有人缓夹新钱就钱都是钱,和气生财不分新旧,也有人认为收到就钱感觉超出眉头,不过也不会打电话过去骂啦。